嗨 都是呀呀 最近我真的愛上黑洋裝黑套裝 因為好的版型真的可以讓你一件穿起來就有型 顯瘦不怕髒之外 搭配任何的包包鞋子、飾品都很百搭 真的非常適合在穿搭上不想要多煩惱的人 這次我就試遍了台系日系歐美系的黑洋裝 精選出來的九件我覺得非常讚的 跟大家分享 UNIQOR這一季的黑洋裝裡面 我自己覺得最特別的是這一件 ARISON的洋裝 因為第一個 大家不覺得它的剪裁非常的法式優雅感 就是它下面的裙擺非常大折 然後散出去的整個弧度非常的大方 再來我覺得它有個很好的腰線 它沒有明顯一條線 可是它這整個腰的弧度感覺是偏高一點點 讓你整個是顯腳非常的強 體力變好了 它側邊的縫線有點往內收 就是有一種顯瘦的錯覺 還有上面這邊兩邊的腹乳也包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整體布料又是非常的輕盈 舒服透氣的ARISON 不管怎麼活動呢都非常的自在 然後你看它用口袋可以放手放東西 唯一的缺點呢就是因為我只有156公分 然後它是這種散狀的大長裙 所以對我來說稍微有一點沉重的分量感 所以我必須要穿上高一點的兩鞋 來平衡一下那個比例 具有的件呢 大家知道我曾經在每月愛用介紹過 它是我第一個愛上的黑洋裝 第一個呢它是比較厚實的螺紋材質 我覺得不論在領口或是袖口啊 說邊都說的蠻好看的 再來呢它有一點點削尖進來 我發現呢這樣子削尖進來露出一點點肩膀 反而讓你看起來比較顯瘦啊 沒有那麼的厚片 然後它後面呢也有小蛙背 很涼爽有小性感 它整件呢是合身順身 可是又不會太貼身 所以呢沒安全感的那種小腹啊肉啊 大腿肉啊平常會有三層的 穿上它呢都不太明顯 最後呢它的裙尾啊後面有一點小開口 所以呢你活動非常的自如 像這件呢我就好愛背上我買了 很喜歡但是平常又不太敢背 這種花俏的褲包包 雖然我矮呢它也是長裙 可是因為它是順身的 所以我搭配平底霞量起來都ok 不會有那種太沉重的感覺 這一件呢我穿了無數次 洗了無數次 我發現因為它這個布料是比較厚實的裸紋 每次曬乾呢它都不皺 而且版型還是維持得非常漂亮 唯一要注意的呢就是因為它有點削尖嘛 所以內衣呢要挑那種無肩帶 或者是比較簡單的肩帶 這樣子露出來比較不會尷尬 而且它只要五百九 是不是超小的直接囤貨備份的 GU的這件兩件式的洋裝 我覺得也非常值得投資耶 因為呢它們搭在一起好看 分開穿也好看 本來其實有點擔心是兩件式啊 又是黑色會很有沉重感 但是呢它的外罩啊 是做這樣子一字領的設計 就是有點露出這個肩帶 有層次感之外呢 它的網動其實是那種大的 然後厚實感有質感的 它的袖長也偏長然後再搭配這種短板的設計 我覺得讓整體的比例啊沒有那麼的沉重 接下來呢給大家看裡面這件 裡面這件啊我覺得其實單穿也很好看耶 就除了它的肩帶這邊有顆粒的收進去然後變窄 它後面呢就是小露香肩的設計非常的優雅 臨口呢這個弧度也可以讓你露出美美的項鍊 整個腰間啊到整個裙身下來啊 寬鬆度也是剛剛好 就不會露出你的三層肉是順的 裙尾呢一樣有被小開叉 所以活動也很方便 它的材質呢是這種細針織感的 我覺得它完全就是秋冬也必備的這種打底襯裙 你們看我隨便搭一個針織罩 也非常的適合 甚至是像我喜歡穿這種休閒的大外套 是不是也還不錯啊 因為我覺得它的這種領口設計啊 會讓你就是多層次穿搭起來不會太沉重 如果它單穿呢裡面穿一個小可愛 然後高腰牛仔褲 是不是也是簡單有形 這一件真的很萬用耶 非常推薦 說到超值呢 一定不能不提Net 跟大家分享我買的第一件Net黑洋裝 這個拼接洋裝 其實今年我發現好多品牌都出拼接洋裝 像Net、Ladif、GU、Uniculo都有 但是呢我自己是最喜歡Net這一件 它上身啊是極黑的螺紋背心 然後有一點點削尖進來 就是讓你身體沒那麼厚 腰以下呢是這種硬挺的布料這樣子 不過呢它有一個小小缺點就是它下面這個布料啊是很易皺的材質 所以呢建議的人呢就要注意這一點 無論你是月經來肚子脹啊然後吃太飽有三層肉啊全部都藏在裡面呢不明顯 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它也不是碰到好像公主裙啊或者是孕婦裝你知道如果結婚了 或是有一個小孩最討厭別人問的是懷孕了 這時候呢就是要完全避免的 我給大家穿看看像我這一次啊有買很多其他的天界洋裝 Ladif的就穿起來有一點像孕婦裝 你看像這件Ladif 它就是太快胸下就膨起來了 就會有這種孕婦裝的感覺 像Net這一件它因為腰比較中間再下去一點點 所以呢沒有那麼快的膨起來 而且呢大家不覺得它這個黑也比它黑很多 所以呢看起來比較時尚又顯瘦 整個非常休閒好搭一件有型重點是才599 是非常讚 Net這件呢才359元 它是細壓折的洋裝 我原本以為它會像雪紡的材質一樣就是沒有那麼的柔軟 沒想到它竟然是輕膚柔軟的 然後它的布料啊還有一種特殊的光澤感在上面 它胸口這樣子的設計啊這邊高起來讓它包覆乳 然後又不容易曝光 然後它後面的肩帶竟然是可調式的 所以完全可以調整你想要多高到多低 它整件的裙身啊也是寬的恰到好處 我竟然是買S也不會貼屁股肉 整個是非常的舒適感的 材質非常輕非常的薄 超級涼爽的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接受無鏽的背心 然後也不想兩件事穿搭的話呢 這一件就非常的適合 一般這種寬鬆啊休閒感的長洋裝 就會很容易像睡衣嘛 那我選它是因為我覺得它不太一樣 因為呢它是這種無間線的設計 然後呢有點飛鼠袖的感覺 還有它的材質其實是蠻有重量的 是厚實感的 而且同時有這種絲滑感 顏色呈現上也是極黑 所以讓它整體的垂坠感的線條 都變得非常的簡約好看 它真的可以說是超級殘肉耶 你看除了你的肩膀的線條露出來 其他你的肚子啊屁股啊什麼的 蝴蝶袖的全部都在裡面了 露出來的只剩下你最瘦的上手臂 然後跟腳踝的地方 那如果呢會怕太像睡衣的話呢 就可以搭配例如說帽子啊 一些不一樣的單品包包啊 然後飾品甚至是鞋子啊 長襪之類的 這樣子就可以變成一個 簡單有型的外出衣囉 喜歡連身褲的朋友呢 這一件是我這一次試到裡面比較喜歡的 因為今年呢我看到很多家的連身褲啊 它都是主打是平口的 然後或者是呢有細肩帶可以拆的 但是呢因為它可以是平口 就代表它這邊一定要夠緊 它可以抓住那個衣服不會掉下去 所以呢對於我這邊就是比較偏肉的人來說呢 就會常常擠出一大堆的肥肉在這裡 那這一個呢是有細肩帶的設計呢 所以比較不會擠肉嘛 然後我覺得它整個線條從上到下 都還蠻簡約耐看的 可是該有的譬如說腰線啊也有一點 然後呢它的屁股這邊上面啊 腰線也是有貼進去的 但是呢竟然不會太貼到擠肉 我覺得還不錯 褲場呢對於我來說也很友善 不會過場 材質呢也是算涼爽舒適的 還有一個大口袋 而且呢肩帶是可以自由調整長度的哦 那它的穿的方法呢 是這邊有拉鍊可以拉下來拉上去 所以上廁所的時候 就是要拉下來然後再整個脫下來 這樣上 我覺得是連身褲很難避免的小缺點 所以平量的朋友要注意哦 哦然後這件尺寸呢我覺得我應該要買M的 我買到S了所以呢這邊有一點憋憋的 今天全場唯一的短裙在這裡 我怕太多長裙呢 辣妹們想要轉牌了 所以我特地挑了一個貼身合身的短裙洋裝 它呢是超級合身然後削尖的辣妹裝 記得一定要穿平口的內衣哦 才不會肩帶露出來 它是這種羅文的設計 然後它的顏色的黑啊非常的極黑 如果要約會穿它一定非常的性感 如果沒有安全感的人呢 可以再搭上一件寬鬆的外套上會遮掩一下 但是呢你可以同時的 你看露出一點點肩膀的地方 然後還有腿 這樣子呢就會哦 隱約的性感 推薦給大家 不過呢這一套啊 我穿哎呦 還是好貼哦 如果大家呢要單穿啊不搭外套 記得內褲要找無痕一點的 最後一件呢我想要介紹 度假風H&L這一件啊 它呢是有點亞麻透沙感 它是99%免的 非常的透氣 它呢是藉由後面這個綁帶的調整 來調整它的高低啊 或者是呢你要包覆婦魯的話 你就直接調高一點 就非常的有安全感 我覺得它材質真的是超級輕盈 然後有那種海島的氛圍 也很適合 譬如說你穿泳衣 然後直接拿它來當罩衫 就可以去逛街 它真的很不黏身 然後很涼快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材質啊 有這種自然的皺褶跟紋理 很不規則的自然感 然後整體穿起來是有小心感 可是同時又是自然健康的 以上呢是今天的黑洋裝特輯 那今天介紹的九件呢 都是我覺得還蠻喜歡 也很特別的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件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一樣會抽出三件送給大家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影片分享囉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